長髮女子站在路邊 情緒激動 疑似要攻擊路人 第一反應會很害怕 很害怕 這名女子手拿雨傘在路邊淋雨咆哮 好像在與棋樓的路人對峙 做事要攻擊 報警 我會幫忙報警 有民眾拍下影片說 女子情緒不穩持傘 做事攻擊路人 但警方說沒有接到報案 有時候真的 你走在路上那個出來的 攻擊人士 你要怎麼樣去的話 但是現在很難 事怕在台中中有百貨旁的騎樓 平常逛街人潮多 疑似有隨機攻擊的案件 讓民眾心驚驚 而同樣是拿傘 但龍井區的畫風完全不同 因為老翁躺在地上 民眾怕他太熱 拿傘幫他擋太陽 93歲的陳姓老翁出門買麻油 過橋時意外和騎士發生碰撞 老翁摔倒在地 熱情民眾見狀上前幫忙 有人指揮交通 有人撐傘 還有人把碎了一地的麻油罐 掃起來 警民合作協助 將老王送醫 第二輛我楊生丹錦 陳台中採訪報導